我们童年一到大人不在的时候 那个时候主要是我爸爸管那个事 他让我玩 也是比如说一个小时 比如说偶尔 但是他们只要一不在 或者去打麻将 跟弟弟就偷着 在这个时候是最开心的 那当然 因为我们玩伴少 两个人只能再怎么花样 就那些东西 其实跟其他人 邻居玩的都少 所以后来我们怎么走到这个 玄学啊 钻身到个人的 这一个里面 跟人打交道来往比较少 也有这个原因 那甚至 我爸爸 就有的时候 出门我就偷着玩在自己家里面 后来的学习机也有这个游戏卡吧 自己偷着买 包括再后来电脑 我是2000年有的电脑 那个时候 还是单机游戏 很少人玩过 一些比较外国出来的 很形象 那种角色扮演 我最喜欢玩的 我最喜欢玩这种 我是主角 然后在里面 各种的体验 打惯升级 虚拟人生 毕竟他是虚拟人 他 能感受到人 平时正常生活没有 就好像演戏 当演员 一个道理 所以说 这个东西是很上瘾的 所谓网瘾少年 在前面 前身就是这个游戏了 就是科技了 为了这个 眼睛 伤的 会 这叫内伤啊 会比较重 那很多人 他可能 接触的面广 人朋友多 也不涉及到 这方面的追求 但有一些 他是没体验过 也没 领受过那种 所谓虚拟的快乐 老师一句话讲的 曾世强老师 说他是死的 你是活着 等你死了 他还活着 这句话 如果领悟高的人 他会 一下 不能再这么玩 但是很多时候 还是很难 像象袭包括 那我当然也算是高手 评测里面 他跟什么夜九子 神级的 有的 赢 都是有的 甚至遇到 华山论剑第二 把他打败 那我是第几 至少 比他这个第二 要好的第二 有人连这个 都想不通 你追上倒数第一 一场比赛 你是第几 所以啊 这个 网瘾也好 游戏 也好 真的是 控制不了 你就不要拥有它 偶尔作为放松 或者有更大的事情 打击 推促着你 才能 不这么的 玩物丧志 曾经做到过一个梦 梦里面 弟弟 是一个好兄弟 他画画成一只小狗啊 就他在前面 小老狗在后面 那个梦 什么都没告诉你 但是那小狗 就慢慢摔 到下面 我醒来之后 领悟到了 那是他的幻象 他忠诚的好兄弟 然后 梦境当然也有 反正有那么的心境 感觉是他 曾经给他买过 很多的游戏卡 甚至这个电脑的书啊 等等 我又很后悔 当我跟他主动说 这个事的时候 他还是不以为然 还要玩 所以他也很孤僻 那这个东西 已经形成了 成了警戒